秋冬到来天气寒冷要进步一下就少不了羊腩煲 这个柱猴枝竹羊腩煲真是太野味了 是秋冬的香港美食 做出来的羊腩一点声酥味都没有 枝竹冬菇十分野味非常好吃 吃着这个饭就是幸福 首先请大家病悦这个频道分享点赞 和按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下期美食视频 材料有羊腩、枝竹、大冬菇、红萝卜、姜片、干葱头、蒜头 猪猴酱、和士酱、鲜味蠔油、赵氢酒、腐乳 详情请看视频下方的info box 用清水冲洗10-12只大冬菇,倒出水分 加入半茶匙白砂糖、1茶匙油 加入盖过冬菇面的清水 搅拌一下 加盖在室内浸泡过夜 冬菇浸泡了一晚之后 我们就将它的脚剪走 我们每一只冬菇都要将脚剪走 所有冬菇脚都已经剪走了 我们继续在室内浸泡它 直到我们用它的时候 不用洗这个枝竹 用大火烧热一个平底锅 加入5汤匙的油 半煎炸枝竹 我们的油就热了 开始就有动静了 我们就可以将枝竹放下去 让这个油尽量铺平锅底 需要的话我们就会添油 我见到它就起泡泡了 对了 是对的 开始猛热的时候 我们就要转到中大火 甚至要转到中火就可以了 有时候它的弯位 我们要这样按一下 要快手了 我们要把它转到中火偏大小小的火 有部分已经可以了 我们要拿出来 就将所有的枝竹都煎炸到它起泡泡 是味甘黄色就可以了 将所有的枝竹都半煎炸好 枝竹就煎好了 放一些冷的水把它浸圆 就把它浸圆它 是要浸它一个多两个小时的 浸泡期间 然后呢 久不久就翻动一下它 让它浸得透一点 将蒸送架放在枝竹面 将一个重碟放在送架上高 使枝竹浸垃在水里面 就会浸得更加透切了 羊腩完全解冰之后 要用清水冲洗它两次 用一些暖手的水 加入大概半汤匙的盐 将羊腩放在暖盐水中 浸泡40分钟 清除血水去腥去雪味 浸了它40分钟有多 我看到那些血水是浸了它出来的 将水倒出来 再要冲洗两次 门水冲洗第二次 好在烧机那里 拿干水分 大概十两二十分钟 羊腩就拿干了它的水分 那我们就用厨房纸 把它抹一抹干它 用大火烧热了一个铁锅 转去中大火 皮向下 加入羊腩 用白锅 就是不用油 用中大火 把它扁一扁干它 然后去它的腥酥味 起香下 首先煎一煎香的皮 要把它铲起 因为它好像有少少黏 我们把它关到中火 偏大少少的火 将羊腩偏一偏干 铁锅 另一边也要煎一煎 铁锅 铁锅 两边两边 铁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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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吋長一條 全部都轉成小小段 攪動一下 再將碟放進去 讓它浸得更加頭 浸多大半個小時 紅蘿蔔去皮洗淨 斜切成塊 將紅蘿蔔轉動 用滾花刀切成塊 紅蘿蔔又切好了 這裡有兩湯匙的柱侯漿 一湯匙的磨屎漿 加入一湯匙半的絲美蠔油 將三種醬 攪拌均勻 這就是我們煮羊腩的主要醬料 做我們的甜醬 腐乳醬 用四磚大的腐乳 加入一茶匙的麻油 就壓溶 攪溶成為腐乳醬 做圓公 很棒 這個腐乳醬是帶鮮味帶甜味 在羊腩出水後 我們就煎冬菇 將浸好的冬菇輕輕渣乾水分 加入一個平底鍋 加少許油 將油燒熱 將冬菇放進去煎一煎 這樣冬菇會更加好吃 將它轉向中大火 煎一煎 煎至輕輕 淺金黃色 淺中色 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煎起來的時候 會更加香 更加香才好吃 煎到它 有少少金黃色 金中色在一邊 這樣就差不多可以了 翻到另一面 炒一下它 它的邊邊就開始金黃色 其實已經可以了 將它再翻一翻 煎一下冬菇的散面 每邊都大概是煎 分幾兩分鐘 煎到它香為止 加入冬菇水 最後的東西不要放了 因為那些是髒的東西 我們先加蓋 等它燒掉 關火將白泡拿走 通常就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走了 然後我就將它放在地上 煮揚腩煲 用大火燒熱一隻鍋 加入一湯匙半的油燒熱 然後我就將我們的薑片放下去 大概有十幾塊的薑片 爆炒到薑會釋出香味 炒到生命中 加入我們的乾蔥頭 爆炒香它 轉到一個中大火 加入蔥頭後40秒 乾蔥頭也開始有一點小小的鑽色 蒜頭也都放進去 甜到中火 大概炒多30秒 知道蒜頭會釋出香味 薑片邊的邊已經呈金黃色 撥放在鑊邊 蒜頭也開始可以了 將所有料頭撥放在鑊邊 加入全部的醬料 将酱炒透,炒至酱的香味 大约需要1分半钟 炒出香味 快手加入羊腩,然后变中大火,将酱炒入羊腩中 炒变中喝香 often salt和羊腩味和酱料融合一下 加入大月的滚水 足以蓋過羊腩 加入大概兩隻手指 這麼多的冰糖 放下去加蓋 用大火燒開 燒開之後 轉去一個中火偏小小小的火 煮15分鐘 枝粥浸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將它的水倒出來 有12盎司的枝粥 因為我家很喜歡吃枝粥 可以減少一點 一半甚至更加少也可以 換水 輕輕的搓洗一下 將它放在燒機裡 拿乾水分 煮了羊腩15分鐘 將冬菇和冬菇的水 放在一起炆煮 攪拌 加蓋 用大火燒開 由燒開 我又轉去一個中火偏小小小的火 繼續炆煮它 20分鐘 我又煮了20分鐘 將我們所有的枝粥 放下來 他太喜歡吃枝粥 所以 加牛多 攪拌均勻 讓枝粥吸一吸收醬汁 把它攪拌均勻 讓它的味道 大家可以融合一點 盡量將枝粥放在醬汁裡燜 然後 加蓋 開大火 把它燒開 它又燒開了 已經試過了 它就是帶一些甜味 放多一茶匙的麵糞醬 放在不同的位置 攪拌一下它 這裡枝粥多 所以就需要加多一茶匙的磨屎醬 如果沒有那麼多枝粥 就只需要加三分一茶匙 就夠了 收了汁之後 它就會鹹些 這個枝粥內火 加蓋轉中火偏小小小的火 煮十分鐘 煮了十分鐘 很香 把它翻動一下 紅蘿蔔就加入了 均勻地放在不同的位置 儘量洗所有材料都碰到這個醬汁 加蓋轉大火 把它燒開 就燒開了 就關到中火偏小小小的火 煮它十五分鐘 煮了十五分鐘 煮了十五分鐘 把它攪拌一下 各種材料都能夠均勻一點受熱 味道也能夠給此均勻的混合 現在的醬汁就不會太多了 放一個大火 讓它燒開一點點 煮多三十秒 關火 在爐上高靜至四十五分鐘 煎至四十五分鐘之後 開中大火把鍋燒開 再次試味 還可以加多一點點的調味 大概一湯匙的鮮味的蠔油 輕輕炒均勻 加蓋 將它再燒開一點點 燒得更加開了 關火 就可以享用了 吃的時候 可以加入腐乳醬一起吃 這個柱猴豬竹羊腩煲 十分好吃 滋補健體 不然還不錯 小廚Sanny 推介個肥美食烹調 記得訂閱啦